3月4日即将上映的夜问三里 咱们的真功夫就将和拳王泰森一展身手了 听说呢把拳王的手指都剃到骨裂了 不过呢他自己又被张静打到差点破相 这么一部真刀石枪拳拳到肉的功夫电影 是不是能让你满意呢 在中国谁最能打 夜问 你等着我来了 时隔六年 真子翻版夜问终于重返大一幕了 从第一部中只知道苦练功夫的五只 到第二部中 能和红金宝进行圆桌大战的五师 如今的夜问 更是迎来了世界拳王泰森的挑战 要来一场中西武学的巅峰对决 有请世界拳王泰森 据说真子丹曾经一不小心把拳王的手指给打猎了 后来到底怎么安慰人家的 我亲着他的脸一下 我忘了开玩笑 他功夫片不是张静打我 就是我打唐阳文 然后唐阳文打导演 导演打监局 没错 除了和拳王队选 真子丹在夜问三中 还得接受张静挑起的咏春之战 这回更不得了 差点直接破线 两把刀 差不多也拉了我的命了 砍到他了 王百年就回家里人工 然后张静就拼命地去砍 从这个棚里左边一直追到我的棚右边 几乎镜头都追不上 到最后当然他手下的鼻子 只是把我的鼻子的一块肉砍下来 我觉得这个巴掌刀为什么叫巴掌刀 因为他追着我追了八步了 一二三 像消毒一样的感觉 电阶302 路纶 达2 2 9 5 6 感谢观看